现在的楼市真的很奇怪 全国的平均房价它居然又上涨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份 全国的平均房价现在已经达到了10,499元 每平方米 这个评论值10,499元可不得了 它已经超过了2021年6月份的 全国评论值10,485元每平方米 也就是说今年8月份的 全国房价平均值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就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楼市行情是非常差的 今年一到8月份 没有一个月份是超过了2021年同月销量的 那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平均房价它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快速的上涨呢 更可怕的是从今年4月份 全国平均房价就已经完成筑底了 5月份就涨到了9615 6月份涨到了9753元 7月份更是突破了万元大关 达到了10,374元 然后是8月份创纪录达到了10,499元 那这一路的上涨态势和咱们的认知 以及现实的情况 明显它是不完全相符的 你比如咱们看一组数据 那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份数据显示 70个大中城市中 新房环比下跌的城市是50个 二手房环比下跌的城市是56个 那通过这组数据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下跌的城市占比是非常大的 70个大中城市中 新房下跌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1.4% 二手房城市下跌的占比已经达到了80% 但是就是这样恶劣的楼市环境之下 依然让均价如此快速的上涨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那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那当然是有的 其实出现均价上涨的情况有两个原因 一是三四线城市销量跌幅远大于一二线城市 那根据百城销售数据显示 今年一到六月份 一线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同比下降了33% 二线代表城市同比下降了42% 三四线代表城市同比下降了44% 也就是说拉传国均价后腿的三四五线城市 现在销量的下降远大于一二线城市 这就相当于一个班级考试 成绩拖后腿的那几名同学 你不让他考了 直接剔除了 那平均分自然也就上去了 然后是咱们再看一下 影响传国平均房价上涨的第二个因素 那就是现在一些一线城市 或者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域的豪宅 现在卖得非常好 那根据数据显示 北京单价10万以上的豪宅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套数 同比上涨了49% 广州更狠 今年上半年豪宅的销量几乎顶得上 往年一年的销量 你包括上海深圳豪宅的销量也在攀升 而且这种趋势现在也正在往 强二线的核心区域蔓延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一个班级考试前几名的同学 现在都超常发挥了 那平均成绩自然也就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楼市环境明明非常差 然而平均房价却在不断的走高 甚至创下了历史记录 不过话又说过来 就现在的楼市环境 传国的平均房价涨得越快 也就代表着豪宅越抢手 普通住房 以及三四五线城市的住房越不景气 三四五线城市 现在的楼市不景气 主要还是因为供需关系 现在严重失衡了 那根据数据显示 现在三四线城市的平均去化率 已经达到了24个月 那这个数值已经远超了 正常的去化水平了 这么高的去化率带来的危害 自然就是不断的积压与滞销房子 当然了 除了三四五线城市 还有普通住房 现在也不是很景气 即使是二线城市的普通住房 因为现在二线城市的房价 动辄就是一两百万起步 那很多刚需购房者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已经疫情的影响之下 也不敢盲目的下手入场买房 所以现在全国平均房价 涨得越猛 代表楼市环境就越差 楼市问题就越大 因为它这个平均价 它不是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的涨上去的 而是在不断的抬高头部 剪掉尾部 关键是现在尾比较大 头很小 你把尾部全部给剪掉了 身体就可以完全的失衡 那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 是脸朝地倒下 还是后脑勺朝地倒下 不管你是正面 还是后面倒下 反正摔到地上 都是非常疼的